魔王和外星人分出胜负 巨人界最强大boss登场 哈喽大家好我是麒麟 有道理月题 我们接着来看天敌抗战记的故事 剧情紧接上回 视角来的魔王佳琪一边 恐怖如斯的佳琪 拳打巨人界百万兄弟 又辗转来的人类城堡旧址 和外星人干涨了 逐渐不离的马达拉星人 激动了第二形态 而佳琪也解放了压制力量的肩甲 战斗在刚刚开始呢 用重力扭曲 使出轨拉扯力后 这下是排斥力 感受到这推力的佳琪 喃喃道 刚才是拉过去 现在是反推回来嘛 不靠魔力 她是怎么做到的 是这样吗 欢迎落下 就见佳琪小嘴一吸 恐怖的吸力 瞬间将5G拉扯了过去 接着双手举过头顶 一击爆扣 震随地面 丢掉肩甲的魔王 十里飙升 5G终于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必须得请求增援 砰的一声 她消失在原地 化作一道光点向远处逃去 一边呼喊着葛路亚 传递着魔族很危险的信息 但并没有得到回应 下一秒 5G的身影瞬间出现在身侧 你要去哪里 战斗才刚刚开始啊 疯狂呼架增援的5G并不知道 她的同伴们正在母舰内开会呢 没错 这些各式各样的原型脑袋 都是马达拉新人 通过一系列调查后 正进行是总结会议 机器人 没有危险 不过是地球人研发出来的进化形态 新人类 没有危险 性能和地球人差不多 不法之徒 没有危险 只是一般的地球人 轮到第二队代表的葛路亚了 大怪兽大黑山 具有威胁性 为了回收地球 跟大黑山发起冲突 是不可避免的 5G正在进行调查 以取得其生物细胞 之后有必要组成讨发部队 说到这儿 第五队代表 该罗盖打断道 有一艘船造到了破坏 你打算怎么负责 葛路亚 葛路亚还未回话 一个极特造型的 马达拉新人就表示 不要追责盖罗盖 这只是浪费时间 我们没有排名阶级之分 责任由我们全体共同承担 此人是第一队代表 巴勿旺 接着 葛路亚继续分享情报 寄生虫 没有威胁 它们的身体不可能遭到入侵 巨人族 没有威胁 虽然有强劲肉体 但对付起来很容易 大自然 评估保留 派具震动海域和黑森林的两队员 目前处于失联中 还有魔族 没有威胁 生命力相对顽强 但人就是下等生物 自身干部的魔族 攻击也缺乏杀伤力 其他遭遇过魔族的代表们 纷纷表示赞同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他们眼中没有威胁的魔族 正一边倒地暴揍着他们的同伴 5G的脑袋 已经被砸碎了一半 露出了里头闪着光的核心 优势一拳 将5G轰落地面 此刻的5G 已经没有了反抗力 嘴里还在嘟囔着 它怎么会被原生生物给 欢迎未落 就见佳琪抬起了脚 一脚踩下 将整块地面都牵飞了起来 抬起了地表 将5G送到跟前 让我见识见识 你要如何撑过这一击 警方实力后的认真一拳 恐怖如斯 还没完呢 他钻进拳头喃喃道 刚才你那招快速连打 是这样的吗 一瞬间 连续补动拳也挥了过去 绝望的5G被淹没在拳影中 掀起了巨大地表 再也撑不住 像炮弹般轰然炸开 看着5G奄奄一息的模样 佳琪喃喃道 结束了吗 屠杀5人军队的 恐怕不知这家伙 哼 事情越来越有趣了 就在这时 地上的5G突然有了动静 下一个变化成庞然大物 这是开启的第三形态 宇宙冰窗 金谷 然而没等佳琪看起这形态模样 就炸神的肉末 又有人来了 将5G的残区丢在地上 来人直言道 喂 干掉我儿子的人 是你吗 没错 男人正是巨人界的大首长 锦巴克 在其身后还跟着巨人小弟们 这下来的就不是普通首领了 是整个巨人界最强的大boss 魔王佳琪还能理得住吗 好了 以上就是天敌抗战记 第19话下面的全部弄了 整个第19话 都是展现魔王佳琪的恐怖实力 单个外星人是轻松拿捏 但即将面对巨人界大首长 就不知道胜算几分了 正要理说大首长 对应的应该是大魔王才对 不过按照上一话 和佳琪对标的百万兄弟 被佳琪瞬间秒杀 这么看来 也可能是巨人界本身实力 就不强吧 不管如何 又要开始苦等下个月的更新了 这根本停不下来的基战 真是看得太爽了 那么喜欢天敌系列的 别忘记得关注哦 本期视频到这期就结束了 我是麒麟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 by bwd6